截至美都世界5月30號中午 中國大陸以外全球確診感染 中共病毒的人數接近600萬人 死亡人數超過36萬 其中感染病例最多的三個國家 美國、巴西、俄羅斯 儘管疫情嚴峻 但是都已經計劃重啟經濟 美國總統川普週五宣布 中止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 等於取消美國每年對世衛資助4.5億美元 川普表示 中共每年只支付4000萬美元 已經完全控制了世衛 它指責世衛沒有進到向全球預警的責任 週六 美國確診病例接近175萬 死亡人數超過10.2萬 美國各州陸續擬定重啟經濟計劃 一些行業改為新的營業模式 紐約市最快於6月8日進入第一階段復工 佛羅里達州批准了金夏迪斯尼樂園 和海洋世界的重啟計劃 目前拉丁美洲成為病毒大流行的新中心 巴西確診病例累計超過46.5萬 僅次於美國 拉丁美洲確診人數第二高的秘魯 目前病例累計超過14萬 墨西哥勞動部表示 緊鄰美國的邊境城市華雷斯城的避難所 有12名移民病毒檢測呈陽性 當局表示這些病患已及時接受治療 受到隔離監測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即將於下週一放寬封鎖措施 週六街道變得更加繁忙 俄羅斯週六新增8952人確診 全國累計39.6萬人感染 南歐度假國家希臘週五表示 未迎接旅遊旺季 從6月15日起 將開放29個國家的旅客入境 新唐人記者李梅綜合報導